即伊朗人民因为鸡蛋仗架而抗争 图尼西亚这星期也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在反对党的号召下 自1月8号开始 串联全国二十几个城市的民众上街抗议 引发几名冲突 因警方在各城市都出动了 大批警力和军队 民众无以抵抗 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两百三十七人被逮捕 图尼西亚政府为了降低财政赤字 今年1月1号开始提高物价和税金 包括汽油、电话、网路等项目的费用 都在上调的范围内 引发民众的不满 反对党最后号召群众走上街头 表示政府一旦不收回成立 就会抗争到底 我会在这一年里的历史上 我会在这一年里的历史上 土尼西亚在2011年开了阿拉伯之村革命第一枪 带动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民主意识推翻独裁政府 然而至今经历久任政府执政 土尼西亚仍然无法解决国内每况愈下的经济问题 去年底还跟国际货币基金会贷款28亿美元纾困 作为援助条件 土国必须进行经济改革 确保未来有偿还贷款的能力 土国执政党因此通过了提高物价和税收的尊结政策 确实的经济状况不佳的人民更加愤怒 参与示威的城市范围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新闻时事报梁燕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